我不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六边太太无法理解的中国老公 请等一下 请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 请等一下 我也有很多想法要说呀 那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很多呀 比方说我们都有沙发的吧 你还是要坐在地板上面 哈哈哈 还有什么经常做咖喱的 太多了 但是这个是我的频道 那所以我们用六边的剪刀石头部来决定一下 怎么样 讲剪杯 爱哭的时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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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 はい というわけで 今天的话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六边太太无法理解的中国老公的想法 一定要有盆子吗 我的老公觉得男性结婚期前要安排好盆子 这个想法真的让我出境 因为在六边买自己的房子的平均年里是大概40岁左右 在我的朋友里结婚以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也不少 所以六边女性来说 老公结婚期前没有房子是正常的 就某调查说 84%的六边女性觉得 结婚以后先不用买房子 先要挣钱 两个人的生活稳定以后再说吧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房子这么重要吗 只要有爱 就不需要有房子 这个想法在中国不太现实吗 我不想排队 因为六边人很喜欢省时间 鸡汤 所以在餐厅的前面排队 这样的情况也很少 现在在东京急游玩 红奶茶店大家都排队 据说六边人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是 37分钟 嗯 我也觉得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 六边人在迪士尼的时候 多久都可以等待 竟然以前在迪士尼里 有需要等待10个小时 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迪士尼是入梦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不会暴露我们的心机的特点 要我们等待多久 就可以等待多久 尖叫一定要米饭吧 嗯 关于这个事情 有些网友就是因为六边人 把面食当作为菜 所以面食一般都需要配米饭来吃 嗯 但是呢 主要的原因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嗯 嗯 因为我们米饭和乌豆面 不会一直吃 我们在吃煎饺的时候 需要配上米饭的重要的利用性 餃子のカリカリとした音を立てながら 餃子のカリカリとした音を立てながら 餡から染みているたっぷりのニンニク味の肉汁 お醤油 そしてラー油のご飯に浸透した あの部分 そう あの部分を食べたいの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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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4 4 5 5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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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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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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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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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